我覺得我的愛人應該看不出來我死會什麼吧 看不出來感情的狀態 他會怕我說什麼我是真的交男朋友 然後去偷翻我的抽屜 而且是我不在家的週末都會去翻 嗯 多少會有一點壓力 就是在看別人在測試的時候 自己會開始緊張 好 希望你之後可以撐住你的眼淚 可以可以 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現在有說好如果再哭的話要被扣500塊 誰要扣500 就是就會扣錢扣500 節目是會不會嗎 沒有就我們女孩24位他們說的 就是如果再哭的人要扣500 因為現在好像網友就有討論說 一二集好像很多人就有一直在哭吧 然後就有在罵 然後他們就想說好那現在以後都不准哭了 再哭就要扣500 所以沒有人會敢哭 哦 那也不行 那可能只能在廁所偷哭 對 對 只能哭在心裡 嗯 但是現在是不是變成有點競爭關 現在其實是一敵一友的狀態 嗯 對 因為我們在拉拉隊裡面是一起的嘛 對 但是在節目上我們是分開的敵人 對 因為我們是不同隊這樣子 對 但是我們還是會為彼此的表演而感到開心啊 就是 感到 然後 彼此會互相鼓鼻這樣 嗯 嗯 如果看到他的話還是會不熟吧 比方說打躲避球這樣 當然 他會敢攻擊嗎 一定要砸下去 戰場上不會有隊友 嗯 哦 會有需要先打招呼嗎 會 其實我們 欸 躲避球那一集 我剛好跟他同一隊 哦 所以就沒有 對 那有什麼項目是已經有PK過的嗎 你說跟他嗎 有正面對到過 分隊之後 嗯 分隊之後蠻多的 蠻多的 嗯 那你就沒有在客氣是不是 對 就是 傻下去 為了團隊 對 我死會了 對 為什麼 為什麼哪裡看得出來我死會 不是 可能網友就是 你知道 有時候很多消失 我覺得我的安全應該 看不出來我死會什麼 看不出來感情的狀態 對啊 但我覺得我現在這個年紀還是先 以衝事業為主 嗯 因為畢竟還年輕 就是 欸 現在交友都還是 我爸都跟我說 可以再躲看 不要那麼早就死會 對 哦 因為我爸其實是那種 就是 不喜歡我跟男生有接觸的人 所以我男生朋友超少 我的那個訊息啊 一排全部都是女生 嗯 就是他可能 看到我跟 有男生聊天 我爸就會那樣臭過來 然後開始 臉色變很臭 他就覺得外面男生很可怕 嗯 所以他會整一下你手機嗎 不會 但他會 偷翻我的抽屜 偷翻啊 他會怕我說什麼 我是真的交男朋友 然後去偷翻我的抽屜 而且是 我不在家的周末 都會去翻 然後我媽就會跟我講 其實我媽不講 我也會發現 因為那個抽屜的位置都有動過 嗯 對 那他找什麼 沒有他他就 他就怕我 我是不是有交男朋友啊 然後可能會 放一些東西在抽屜裡啊 照片什麼之類的 嗯 嗯